网上有一个网友说 有一次他回到老家办事情住了几天 因为家里灰尘太大 晚上的时候就有一只飞蛾来到房间当中 一直在飞 他很懊恼 但让他更加心烦的事情是 第二天就有人找他借钱 而且这钱也没有还 就觉得十分不够 从风水的角度去分析 其实飞蛾进到家里 有一种征兆是会破财 这段时间财运会下降 不过不仅仅有飞蛾 还有蚂蚁蜜蜂等 都有不同的含义 都会影响自己家里的运势 1.蚂蚁 蚂蚁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昆虫 通常都在地下筑巢 据专家研究 蚂蚁能生活在任何有它们生存条件的地方 就比如家里 从风水的角度去看 家里蚂蚁的出现代表着四种含义 第一个是湿气重 蚂蚁生活的地方是比较阴暗潮湿的 所以它们总是会在土壤深处生活 可一旦来到了家里 则是因为家中的环境更加适合它们生存 过而蚂蚁进屋往往是家中 阴湿气重的表现 而人类生活的环境 必定是要阳气重且干燥的 如果太过阴湿 就会导致一系列疾病产生 甚至会让人的心情抑郁 导致家庭矛盾出现 第二个就是 会造成家中脏乱 如果蚂蚁突然出现在了家里 那么就说明 家中必定是存在脏乱的角落 能吸引到蚂蚁过来聚集取食 我们都知道越是脏乱的地方 越容易滋生病虫细菌 这很容易给家人的身体健康带来危害 所以我们应该立刻对家中进行大扫除 及时开窗通气 促进空气的流通 第三个是财富会遭受到损失 如果家中有蚂蚁的存在 那么在钱财方面就要有所注意了 难免会出现一些破财的现象 家中有很多蚂蚁聚集的话 那么就代表着财富会一点一点地失去 蚂蚁越多 财富消失的也就越快 第四个是预示着重大事件的发生 如果你发现 家里忽然出现了成群的蚂蚁 而且虽然蚂蚁通常会结伴行动的 但却并没有在家里扎窝的话 这可能预示着家里会有重大事件发生 而且这个重大事件通常会是喜事 比如怀孕、结婚 或者预示着乔迁之喜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家里出现蚂蚁是吉利的 其实蚂蚁并不像蟑螂 是一种有害性的动物 它们通常不具有恶意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蚂蚁也没有安窝 因此驱逐它们的时候 也尽量不要采取一种 赶尽杀绝的激烈办法 不要把蚂蚁置于死地 只要成功地把它们驱逐出去就可以了 如果用残忍的手法对待蚂蚁 那么家里的好运也会随之受到损害 二、蜜蜂 所谓天上飞来之物属于阳气 阳气入宅就是天光下灵 自然风水也好 风水角度认为这是生财的象征 而勤劳的蜜蜂能为你带来财富 所以凡是有燕子、黄蜂、蜜蜂来结巢的房子 往往风水是很不错的 蜜蜂又是勤劳、团结、奉献 和其他优秀品质的同一词 在民间一直有一句谚语 蜜蜂变富、天鹅变贵 因为蜜蜂在家里住巢后可以被饲养 事实上,这本身不是一笔小财富 如果蜜蜂都能被很好的饲养 那主人就会变得富有 在佛学上 蜜蜂筑巢是你们家过去和这窝蜜蜂结下某种善缘 蜜蜂前来报恩的 象征着幸福美满、收获满满 果实累累、好运连连 如果你是生意人士 说明你和蜜蜂一样 不辞辛苦换来了家庭的甜甜蜜蜜 蜜蜂在生活当中是个可怕的存在 很多人都很害怕 经常一见到就会攻击它 其实在风水中也是有说法的 俗话说蜜蜂吊财神道 在民间蜜蜂又被称为习子 是喜庆财富的好兆头 蜘蛛的外形很像汉字喜 所以被人们赋予好运的征兆 蜘蛛是一种预报喜事的动物 它在猪网上沿着一根蜘蛛丝往下滑 表示天降好运 如果卧室蜘蛛结网 从风水鞋来看 首先代表着男主人可能会有外遇 卧室有蜘蛛网 也说明打扫不够彻底 住在这样的卧室里 人自然会感到不舒服 且蜘蛛网只结在某些地方 则遇是家中有人正犯桃花运 风水大师说 这套卧室布局厨房在北方紫卫上 以待桃花 大门位于主男性的东北方 两者的搭配 必定会让家中男性犯桃花 这也是为什么结网之处都是男性活动的地方 说明男主人已犯桃花 影响到了家庭和睦 故建议主人尽快将卧室做一次彻底的打扫 及时除去蜘蛛网 之后要定期打扫 还需要摆放一些风水吉祥物在厨房 以化解桃花煞 其次代表着家道破落 蜘蛛结网寸步难行 受困其中 在风水中代表家道破落 但那是只结很多网 而且长时间没有清理 加上要结在很明显的地方 一般小角落没有这么多禁忌 但是不是经常出现的话 则不必担心 说明屋主太懒了该打扫打扫了 最后就是蜘蛛结网如果清不完 从风水的角度去看 可能是通风不畅光照不足的问题 也意味着家居风水生气不足 面临消退、萧条、衰败的风险 一来说明你的家人可能容易生病 二来家里气场不对 有晦气不出 四、飞蛾 夜幕降临 当你开着窗在房间里享受着下班后的放松时光 突然有什么东西好像在你眼前飞过 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飞蛾 想起飞蛾扑火你没太在意 把飞蛾赶出去之后关上了窗户 然而从风水的角度来说 飞蛾进屋也会有一定的遇事 首先是在这一段时间内你将会有许多的烦恼 而且还可能遭遇一些漏财的事情 如果有人向你借钱 这时千万不能借出去 否则到时是收不回来的 之外你的挣钱工作压力较大 尽管赚的比平常没有多少区别 可是日常生活的消费支出却提升许多 经济发展工作压力是十分大的 出外也极有可能因为秉性缘故与人发生争执 不但在钱财上带来挺大的赔付 极有可能也要遭遇纠纷案和牢狱之灾 因此在这一段时间尽可能维持好的心态 尽可能不要和人产生摩擦 真诚待人不张扬平静一些 其次如果飞蛾围着人打转 那么会预照着一些好事发生 也会说明会有好运的来临 但是如果家中有一些曾经做过关的人的话 那么他们可能会给你的家庭 带来一些不好的运气 但同时还是能够通过外力来化解的 如果飞蛾围着自己转 说明近期自己的身体健康会有一些变化 而且家中长辈的身体健康 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如果稍微不注意的话 可能会对他们的身心造成一些影响 因此在近期要随时关心身边老人的身体健康 最后就是会影响婚姻关系 家里假如飞进许多飞蛾的话 极有可能是情感层面碰到了难题 飞蛾好像蝴蝶花 飞蛾进门处等于是招风引蝶 情感中的另一方出外与异性朋友出现了多余的感情纠葛 做出了抱歉家中和爱人的事 这种情况下 能给两人的情感造成挺大的裂缝和外伤 假如疏忽大意 极有可能出现夫妻感情破裂的状况 佛教劝我们不要杀生 其意义有四种 一、杀生害命罪业深重 不能入佛门解脱之道 大制度论云 诸于罪中杀业最重 诸功德中放生第一 二、杀害众生违背大慈悲心 三、众生皆为过去生中父母、亲戚朋友 因此带来因果循环故 四、息聚佛性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皆不可杀 依佛的境界观看一切众生 将来都可成佛 家中近飞虫如何驱赶 一、在门前窗后摆上几盆薄荷 夜来香、米兰、玫瑰或茉莉花 这些花草散发出来的气味 有驱除飞虫的效果 二、还可以在室内的花盆里 栽几株西红柿 让西红柿叶子发出的气味驱赶走飞虫 三、室内有许多飞虫的情况下 可以在室内点燃几块柑橘子皮 燃烧产生的氢烟 会使飞虫从敞开的门窗处 仓狂逃窜出室外 四、入睡前 可以在身上或枕头上撒一些香水 也有较好的驱除飞虫的作用 同时在床旁放几盒揭开的清凉油或风油精 它们会令飞虫褪毙散射 五、把几粒维生素C和维生素B2泡在水里 将融化的药水涂抹在皮肤上 会产生一种让飞虫不敢接近的气味 因此 如果家里尽了以上飞虫 要妥善处理 不能直接踩 如果这样做 是会影响到你家里运气的 一切众生皆有情 既然这些昆虫给予我们福气 而我们也应该保持敬畏 怀有慈悲之心 它们没有伤害我们 我们也不应该随意攻击 只有这样才能够珍惜好运 福报能够上升